一辆卡车尽直撞向外卖小哥 小哥狠狠地摔在地上 可卡车司机却不仅不惊慌 反而淡定地挂挡给人 对着小哥加速冲去 更离谱的是 他开始在小哥身上反复碾压 直到小哥没了动静 司机才慢悠悠地下车观察 确定大叔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他才放心地回到车上 原来司机是名美国的异能者杀手 杀死小哥则是他的任务 可就在司机弗兰克给上司汇报任务完成时 刚刚被碾了好几遍的外卖小哥龙九 此刻却慢慢从他的车底爬了出来 并且丝毫不见伤势 弗兰克愣住了 难道自己刚刚看花眼了吗 而龙九见弗兰克没有反应 便直接一拳就将玻璃干走 然后对着弗兰克就是一顿输出 随后他抓住弗兰克的手放到车窗上 直接一个断骨肘 弗兰克吃痛 龙九则趁机将弗兰克甩到地上 然后上前重重一脚 踩扁了弗兰克的头 随后龙九还在车上找到很多绝密档案 其中就有自己 而就在他正思索时 躺地上的弗兰克竟站了起来 而且看样子已经恢复了正常 这正是他的能力 能快速恢复伤势 两人二话不说再次扭打在一起 两人互相拧断了对方的一只腿 却不料龙九竟直接就恢复了 而且比弗兰克还快 原来龙九也有恢复异能 龙九还要更胜一筹 恢复的他直接朝弗兰克冲去 却没想到却被弗兰克直接借礼 来了个爆摔 弗兰克将龙九的头脱出 然后用一招从天而降的腿法 踢断了龙九的头 他不信龙九这都能恢复 可弗兰克没想到的是 仅过了几秒 龙九就又恢复了过来 简直就像是打不死一般 弗兰克不想让龙九彻底恢复 当即冲进去再次和龙九打成一坨 为了杀死对方 两人都拼尽了所有力量 连车子都被打翻在地 结果剑分晓 龙九略胜一筹 而弗兰克则被钢板贯穿 龙九想询问弗兰克幕后主使是谁 却没想到 弗兰克竟在此时询问他有没有孩子 得知对方还想对自己女儿下手 龙九彻底发怒了 一拳又一拳 直接砸爆了弗兰克脑袋 最后还放火把一切都烧得干干净净 回到家已是早上 吃着女儿给自己的晚餐 龙九发誓一定要保护好女儿 可他没想到的是 就在女儿洗秀上体育课室 有人却故意在他跳高设备上做了手脚